欢迎各位亦有全面进场 如果你是喜欢我的节目 希望你可以免费订阅我的频道 多谢大家的支持 话说医管局员工阵线 原定在今天的下午 会就着罢工的行动 和医管局的管理层会面 只不过他们就要求 行政长官林郑必须出席 如果他不肯出席的话 就等同于谈判破裂 他们收到消息就说 林郑是不会出席的 故此他们就决定取消和医管局的会面 而且就决定了 明天就会正式开始这个工业行动 就发起第一阶段的罢工 好了 林郑去到这个地步 究竟他还有什么棋可行呢? 他当然死人都不肯封关 继续要和所有市民来对着干 先就找了这个陈兆史局长 出来哭苦哭忽博同情 只不过上当的人极少 除了那些猛炳 心蓝傻粉之外 基本上都没有市民落答 好了 今天就找了这个行政会议成员 林郑才就出来放风了 他到底说了什么话呢? 他就出席了商台节目之后就说到 如果在本港往返大陆的人流 是没有大幅减少的话 政府就有机会加强边境的防疫措施 而这个措施准备就继以后 就会立即实行的了 他就呼吁那些市民 如果是非必要的话 就不要回大陆了 否则 回到上去以后 下回来香港 或者就有困难 你找这个林郑才行会成员出来放风 首先来说 你一日未杀行那些东西 千万不要兴奋 所有人都不用理他 你跑出来放风而已 到底你这个林郑才所说的 是代表行会的意见 还是代表你个人立场呢? 自从林郑上台之后 这个行政会议就已经是礼不乐坏了 所有行会成员就可以自由地 发表个人意见 在公众的场合那里畅所欲言 甚至乎行会成员之间的意见有冲突都够胆死 到底这个行会还有什么? 即是所谓保密制可言 还有什么集体负责制可言? 是不是? 取消了他好了 请少些无谓人吧 好了 那你这个林郑才医生 你走出来说这些说话的时候 都不知道是代表哪一个的意见 而且林郑才还说到 若然以这个劝语的形式 没有办法达成效果 就会考虑推出强制措施 包括立法限制出入境 你讲到立法限制出入境 我就真的非常诧异了 你现在还说要拿去立法呢? 这些东西 立法到底要通过一个多长时间 才可以完成得到呢? 是不是? 还立法? 到时会爆到轻轻行行 爆到七彩啦 当然以一个行政的方式 来推动这个限制出入境措施啦 全世界每一个国家 限制大陆的旅客入境 都是有一个announcement 出来就已经是去做的了 还立什么法呢? 请问 如果你说限制大陆人入境 入境的话 根本上你说一声就行了 是不是? 以一个行政措施 行政命令的方式来推动 如果你说限制香港人入境 根本上你就没有办法通过立法来做的 因为这样是会 违反了基本法第31条 保障香港人出入境自由 如果你要限制香港人出入境 你要把香港人回大陆 或者从大陆回香港出入境的流量 降到最低 压缩最低可以怎么做? 你便推出一个行政命令 就说如果那些香港人 在大陆回香港的时候 你就要进隔离营 进行医学监测14天 那就已经少了很多人了 那些人就不敢回大陆了 这件事又不会违反了基本法 是不是? 需要通过这个立法程序 多余的 还有多少时间给你 还要立法 还要草以法例 这些都笨蛋 怎样能够说出这些东西 是不是? 大把方法来做 你说立法限制出入境 就是多余的 是不能够做的 而且是行通的 用行政命令来做 好了 其次他依然是很硬的 他就强调一件事 政府不是因为医护人员打算罢工 才推出进一步的措施 只是过关的人数就没有预期下跌 那你只是刮了林郑月娥一大巴 那天林郑月娥死出来开记者会的时候 大言不残 引用一些假数据 就告诉市民 把机场口岸剔除了以后 和14天之前比较 大陆入境的旅客就跌了九成一 哇 现在你就出来说 原来根本过关的人数 就没有预期下跌 那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她的数据是假的 就是说那些车大炮出来 怎样跌九成一 又把机场口岸排除了她 又要比较14天最高峰的时候 一早就说了 你这个林郑月娥说的数据是流的 你找那天来给 你多余的 为什么要找那天来给 你不找历史上 最高入境的旅客那天来给 然后说跌了九成九 真是很糟 根本上你就没有办法 限制到过关的人数 无论是香港人 还是大陆人 也是 对不对? 快要封关的意思就是说 将所有大陆的旅客 不准她再进来香港境 然后香港人 如果你要过关的 可以出 不可以入 如果你要入香港的人 麻烦你入这个隔离营 14天 进行监察 那已经是很清晰了 是不是? 这件事 根本上就不需要再通过立法的程序 用行政的措施 已经搞定了 好了 林郑面对着医护人员的大型工潮 将近有一万人来参加 希望搞得成 不知为什么网络有很多所谓的KOL 又跑出来有 好像很悲观 这些人是浪费的 过度悲观 怎会别人搞不成 说的是性命有关的事情 我相信是搞得成的 好了 而且这件事 是有强硬的民意基础作为后盾的 大家可以看到 早几天香港民意研究所的民调出来了 有八成人是支持封关的 这个数字是比反送中的民意更加 根本上就不是政治立场的东西 就不是再分手什么黄蓝的东西 就算你那些猛炳蓝丝 你深蓝极蓝 都不知道出来反什么 你就不停去踩那些医护人员罢工 如果那只武肺一旦在社区爆发 你那些蓝丝 你以为可以独善其身吗 你猜那只武肺是看着那些黄丝 才会走进去感染的 这些人都是白痴的 那林郑到底会不会跪下 你现在找到这个林郑才出来放风 其实就已经是帮自己保底了 但是他最终会不会跪下 就要看看到底医护人员够不够团结 因为医护人员现在他一旦罢工 而且他的罢工人数是有差不多 真的签署了罢工的宣言 真的去罢工的话 其实会使你这个医疗系统 是半停摆的状态 而且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 根本上那些人常说共产党共产党 中央到底有没有围住这个封关 来亮起红灯 大陆那些官媒 大家不相信自己找一下 有没有一篇半篇是说到 关于香港封关这个问题的 别人说的都是说那些武汉 说什么湘黄年 说什么中医治这个武废 有没有提及过关于香港封关的 我暂时未见到有 根本上大陆对于你这件事 就不知可否 也都没有就着这个封关是曾经放话 说得与不得 别人没有说过 所以根本上就是看你林郑而已 连民建联都出来说的时候 其实这个民意很清晰 民意是不是 民建联都出来叫你封关 这个中联版也没有就着这个封关的问题落集 所以别有些人经常 开口埋口又说共产党不准 共产党不准 实际共产党有没有出声 如果共产党根本上没有出声 林郑就好去做 这些出入境的政策 你自己也说过 说是香港特别行政区 在一国两制之下的自治范围 你现在摆明就是不作为 摆明就是有权不用 你就可以先做 不用下下等姓子 有时这些东西 等得来就蚊子 你林郑到底想怎样才行 现在摆明就是要跟香港人作对 封关就封一半 那难道那些是什么 那些又是通过共产党请示的结果 十四个口岸你就封六个 另外八个最多人留的口岸你就不封 又是共产党决定的 什么都共产党 共产党现在都留了一段时间 你只顾着应付这个武肺的疫情 有没有空去理你 整天有人开口 共产党共产党 你自治嘛 什么叫一国两制 港人自港高度自治 你自己都自我阉割了 这些东西都说要共产党请示 你自己做得不行 这些东西是自治范围以内的东西 你做了就能推翻你吗 共产党可以咬你吃吗 你说风龟咬你吃吗 真是你自治范围 这些东西是一株一斗 我近日看了很多 关于那些深蓝极蓝的群组 他们如何批评医护人员罢工 其实说来说去主要有两大重点 第一他们说医院人手本来就不足够了 如果医护人员罢工的话 就会影响到对市民提供的服务 实际如果不封关的话 一旦引致到社区有爆发 到其时医院不一样 要调缝更多资源和人手来应付 医院就这么多间 病房有这么多间 病床有这么多张 医护人员就这么多个 如果要调缝更多资源来应付这种武肺 那针对其他疾病的服务 医护人员就一样减少了 那条数字也是这样的 死数来的 人也这么多 硬件也这么多 对不对 还有一件事就是 到其时的影响更大 如果你现在不罢工的话 引致到社区爆发 医院本身就是病毒的温床 到时会不会在医院那里 变成很多交叉感染 沙士的时候正正出现过医院爆发 有很多医护人员受到感染 所以你说 现在如果罢工会影响到服务 不罢工将来影响更加之大 第二件事就是 他们很多人出来搞这些 道德绑架和情绪勒索 就说医护人员救急扶危就是天职 首先人家有没有说过 不去救治那些无废的病人 一样是救的 只不过人家为什么出来罢工 罢工就是要求封关 人家没有说不救那些无废人 一样有十几个确诊 一样在救的 怎会说救急扶危是天职 根本上是毅命题 如果你永远达救急扶危是天职 根本上医生和护士 和医院工作的人 就永远都没有罢工的权利 就永远被人剝奪了 一搞罢工一搞工业行动 你就达这个天条出来 根本上是说不通的 何时才说得通 就是当那些医护人员走出来说 这种人没废 不够他了 那你就才可以拿救急扶危 是天职这些出来达人 还有医护人员就不应该 为特区政府的施政失误 而导致的直接效果 而负上这个责任 甚至乎是赔命 这么简单 更何况的就是 说这些人 到底是他自己在做什么呢 救急扶危是天职 有些说这些说话的人 根本上就是医院里头的高层 都有这么说的 你到底站在哪里 你站在大后方 然后说这些说话 你走进去隔离病房 去帮忙救那些病人 站到最后 然后指点江山 你问他有什么好处 这些是什么 冷气医生 冷气高层 这些人是什么 冷气蓝丝 不知所谓 真的 你说当然说得风凉 不是你自己走进去 救急扶危是天职 有些人说到自己 这么厉害 肯自己自告奋勇 去医院报名做志愿者 做义工 走进去 这些人根本上 就是不可理喻的 这一节先说到这里 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